大家好,我是楚瑜查道 现在照片里这件东西呢 我有食物 也是我的朋友给我发过来的 他认为这件东西呢很开门 那我问他为什么开门呢 他给我的理由是 那这件器物他皮壳老辣 光气熟旧 另外呢 他说看到了这些边缘 这些打磨的边缘呢 也是非常的这种老化痕迹明显 所以说他整体看上去呢 就给人一种沧桑 有非常厚重的皮壳包浆这种状态 那我相信啊 很多的朋友看到这件图片的时候呢 也会感觉东西还不错 有一眼 起码他的光气呀 这种老化呀 这个味道是比较正比较正确 但是呢 我今天出这个视频 就想跟大家说一说 我们市面上其实很多的这个玉器呀 包括他的这种皮壳包浆 做到这种老化的状态 其实是很容易的 我们还要综合的去看 那么现在我们看第二张图片 虽然说他的这些古文 非常有老化的痕迹 但是呢 我们看他的底面 就是他的弟子 他这种打磨痕迹呀 是非常粗糙 为什么粗糙呢 两点 第一 他所有的划痕 分浅是一致的 非常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虽然说 他的这个长短不一 宽窄不一 但是总体上给人的感觉呀 他的力度 他打磨的力度 是均匀的 一致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判断的第一个要素 那第二呢 就是他的这种打磨痕迹呀 非常凌乱 但是有朋友问了 打磨不就应该是凌乱吗 任何方向都有啊 其实呢 我们在高谷预期 看这个打磨痕迹的时候啊 他起码来说 要有一个走向性 他不可能是非常混乱 那么我也给大家捕捉到了 他的另一个区域 大家看 这种打磨痕迹 除了力道均匀以外 啊 那么这种打磨的乱线痕 相互交织啊 没有任何的规律性 走向性 啊 他是非常凌乱的 那么有 这个就是说 他作为的这种痕迹 啊 故意让大家看到 这种乱线痕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能会想 那这种打磨痕迹 不对的话 那什么是对的呢 什么是开门的呢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 看这张图片 啊 那么这个呢 我们说除了 他有皮壳 有包疆啊 这种老化的状态 其实我们看到 他的这种打磨痕迹呢 有深有浅 并且伴有腐蚀坑洞 是吧 除了长短不一以外 啊 他都会会有一些 这种深浅不一的线痕 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么至于这个走向型分布呢 是因为他整个的表面啊 他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腐蚀坑洞啊 一些腐蚀现象 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很明显的体会出来 啊 但是这两张图片 如果我们对比的话 啊 对比看 还是能感觉到不同的 那左边这张仿的呢 他的线痕啊 过于的这个一致 对吧 尤其是深浅 啊 那么第二张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深浅的变化 啊 这第一个方面 那么还有一张图片啊 大家看 看到了吧 这是 这也是打磨痕迹啊 那么他 最起码有一种走向型的指向型的 啊 那一般来说 不会出现这种非常乱的痕迹 啊 这是第一点啊 我们大家要知道 那么第二点 他仿的内容在哪 就是说 我们看他的这个古文 啊 这个古文 我给大家放大看一下 首先看 我们这个区域啊 这个古文呢 他的工艺 比较拙劣 为什么拙劣呢 就是因为 他的这些古文呢 都是鸡弓雕刻 我们现在用标记 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 这里 啊 这里 还有这里 现在呢 我们看到 这个区域呢 他的工艺 工法 差距太大 没有一致性 我们看这个箭头 他走完这个驼以后呢 旁边又进行了修 啊 他的面积斜面 很宽很宽 啊 所以说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工艺呢 我们如果直面看的话 有点像一面坡的 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古文呢 又不一样 对吧 他是这种仿的这种接驼 出现的这种痕迹 啊 那么 里面呢 勾底呢 过于的平整 没有解于啥 那么现在我们又看到 这个古文呢 又不一样 对吧 现在我箭头指的这个方向 对吧 他突然 在这里啊 驼了一刀 啊 并没有这种接驼的痕迹 啊 所以说呢 我们再看这个 都一样啊 其实每一个古文 他的工艺啊 多多少少都不一样 啊 这种不一样 不是说细微之处 而且是呢 他的驼的顺序 包括他的状态 全部不一样 啊 所以说呢 这个古文呢 就是非常不规矩 啊 几乎可以说 每一个古文 都有每一个古文的 这种脱刻方法 啊 那我们现在啊 再看一张图片 来 我们看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呢 是很开门的 那么他的这些古文 大体上 我们是有一致性的 大家能不能够体会出了 他所有的边缘啊 都是这种啊 啊 驼 假 搓膜的这种痕迹 啊 从低到高 啊 逐渐修整 那么还有一张图片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对吧 他的这种一致性啊 基本上 他的外扩 驼 都是都是非常的 呃 具有明显的 驼痕 出入并不大 只是他不一致性呢 我们说有差别呢 可能是他驼的痕迹 深一点 浅一点 有的地方可能出奇 有的地方可能接刀啊 但是总体来说 每一个古力 他的驼痕 都具有一致性 啊 所以说 我们接下来 再看看这张图片 是吧 我们看他的这个古文呢 他的这些驼痕呢 啊 除了底子比较平以外 啊 没有解语啥痕迹以外 那他每一个古力 他的功法 都是不一样的 啊 那么这是第二个特征 呃 我们最后呢 我们再说一说 啊 这张图片 他所有的这些 绑制的这些阴线 也是 他的这个勾底啊 过于的凭整 啊 过于的凭整 没有解语啥的痕迹 那么什么是解语啥的痕迹呢 我们再来看这张图 大家看 他一定要有凹凸不平的 沟草 或者是起伏 啊 因为解语啥 他要磨他的弟子 所以说他一定不是平整 啊 那么这张图片 我们看 就非常明显 啊 所以说呢 今天这期视频呢 主要是想告诉大家 我们高五欲气呢 有很多时候 他的光气 尤其是皮壳 包疆 现在作为的技术 非常纯属 基本上可以做到 以假乱真 所以说我们只能 在细微之处 啊 去寻找他的破绽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的信任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